最常有朋友问我的问题就是 C-Segment 的 Sedan 我应该选哪一辆 再不然就是 Civic 跟 HR-V 我应该怎样选 所以我们今天干脆就把这个 Civic RX Turbo 带出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 以上是我开了今天这辆车的心得 我希望我这一次的心得可以帮助到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 首先先回答大家的第一个问题 C-Segment 的车款应该怎么选 其实在这几年呢因为 Sedan 还有这个 Hatch Pack 的 Market 严重萎缩 所以马来西亚市场目前的 C-Segment 车款选择并不多 我们把那个已经停产的 Volkswagen Golf 放一边先 你只有四款车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 Elantra、 Mazda 3、 Altis 还有 Civic 在这四款车里面 C-V 的整体表现是最均衡的 然后性价比也是最高的 当然动力自然也是最强的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拥有涡轮增加引擎的车款 除此之外呢我曾经讲过 C-V 是 C-Segment 车里面操控最好的车型 然后就有一些 Mazda 的车主问我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很简单 Mazda 3 呢 这辆车你能够很轻松的发挥它的这个极限 但是如果要以极限的高度来讲 其实 Civic 的极限会比较高 但是相对的如果你要把 Civic 的这个极限发挥出来呢 那么这个技术就要比较到位 所以 Mazda 的 Jimba 1 代呢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一个可能你对车子没有那么熟悉的人 你都很容易的去享受到这一个 Mazda 的驾驶乐趣 只是呢这个 Civic 的门槛就相对比较高啦 老实讲其实我之前曾经差一点点成为 Mazda 3 的车主 如果不是 MCO 的话 我可能现在已经开这 Mazda 3 了 但是呢 在开了 Civic 之后呢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 我不爱 Mazda 3 我爱 Civic 其实就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它的整体动力 操控 动态表现呢 都是目前的 C-Segment 最好的 如果你在意的是这些环节 那一门儿你可以去选择 Civic 但是我也必须讲老实话一句 其实 Mazda 3 跟 Civic 的消费主权都不一样 选择 Mazda 3 的要的就是那个很精致的外观跟内装设计 还有那个整体的氛围感 至于 Civic 呢 很大的部分呢 都是因为以前 Civic 留下来的信仰 所以这两个顾客群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冲突的 还是那句话 大家喜欢什么车款就买什么车款 不过我个人目前为止 我还是比较喜欢 Civic 啦 最后不是我不要讲到 Elantra 跟 Altis 因为我觉得在 Mazda 3 跟 Civic 面前 他们确实比较难去比较一点啦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多人最常问我的问题 就是 HRV 跟 Civic 怎么选 因为价格真的非常接近 我的回答很简单 如果你对这个债人债务有需求的话 尤其是你时常债你的父母的话 请去 HRV 如果讲你是小家庭 你对这个空间需求没有这样大的话 那么 Civic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呢这个是亲身经历啦 我之前搬家的时候就是用 HRV 搬家 HRV 的空间表现我确实很满意 然后这个 Civic 呢也不是讲它的空间效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舍弹造型的关系 所以里面的空间表现呢 如果是坐多人的话呢 压迫感会比较明显一点啦 因为主要是在头部空间的部分 不过其实这一代 Civic 跟上一代 Civic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原厂针对了一些细节进行升级 就好像讲这个上下车 在这个 Civic F1 的年代呢 就很多老人家投诉 因为车身太矮 上下车很麻烦 在这个 Civic F1 呢 你不要看它的车身哦 虽然讲跟上一代差不多高低 甚至更矮一点点 但是原厂通过对这个座椅跟这个开门口的优化呢 让这个人呢 上下车其实会更方便一点点 所以其实这辆车呢 要坐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要空间更宽敞更舒服的话 那么 HR-V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啦 这个是我的同事跟我讲的啦 因为我拿了这台车之后 在他们出门 他们跟我讲 好像你的 HR-V 做到比较舒服一点点 除了空间跟便利性之外呢 Civic 跟 HR-V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引擎 虽然讲都是 1.5 的 VTEC Turbo 虽然讲马力都是 181-182 PS 左右 峰值扭力都是 240 Nm 匹配的都是 CVT 变速箱 可是实际上两款车的这个调校设定呢 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如果以 HR-V 来讲呢 H-V 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柔顺的状态 因为主要就是作为一辆家庭车使用 所以它不会有太激进的油门调校 踩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这台车比较像一个大排气量的自然进气引擎 当然动力储备还是有的 但是在 CV 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真正的 feel 到它是一个涡轮增加引擎 尤其是在起步的表现 就算只是普通模式下 它都有非常大的冲进 感觉觉得整辆车很串 这个就是两者间最大的差别 CV 有这样子的设定我可以理解 因为主要这辆车主打的还是运动化 所以呢它的油门调校有这样子的设定呢 会更符合整辆车的调性 所以这个也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两辆车开起来呢 其实我都很喜欢啦 但是如果以日常驾驶的话呢 H-V 的调校确实会比较 smooth 一点 爽快感CV 还是比较强一些 OK了讲完了之前我讲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来讲讲它的内装 我之前在一些影片有讲过 Honda 在新一代的车款上面 他们注重的是 Enhanced 不是 Evolved 就是讲他们会在一些 之前消费者投诉的细节上面 进行的增强或者是改进 例如讲在上一代的 CV 的 FC 呢 整个内装虽然讲还蛮好看的 但是 Plastic 感就蛮严重 所以在这一代的车型上面哦 你可以看到 他们很尽力的去提高这一个车辆的质感 注意听这个声音 软直的塑胶来的 然后这边基本上都是软直的塑胶 它就是营造出一个 还不错的这个质感表现 然后再加上整个中控台的设计哦 让你看起来 它虽然可能没有 CV FC 那么 fancy 但是实际上整个呈现的质感呢 我觉得在 C-Segment 的车款里面 除了这个 Mazda 真的是 Top of the Top 之外呢 这个质感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比较的啦 然后再听一下这种声音 这些声音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来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我进 CarPlay 然后我随便选一个地方 看到吗 它整个切换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OK 然后我再关掉 看到吗 它马上就跳回这个界面 所以这个触屏主机也是要给予好评 另外一点就是车辆的隔音有所增强 虽然讲很多人投诉CV的啊 或者是 Honda 的其他车款 MV H不好 OK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在怠速的情况下 我让大家听一听这个引擎的声浪 拉高转速的声浪 所以我的 Video Editor 这一部分不要做那一个声音的修饰啊 OK 3 2 1 OK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吗 它是会大声 但是很明显它的声音是有一个经过防火墙的过滤 你听到的引擎跑叫声是你会有这个愉悦感的 而不是像上一代的那种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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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引擎的防火墙这个隔音部分呢 FE 对比 SE 呢进步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辆车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轮胎隔音 它的轮胎隔音对比它的同级对手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呢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原厂配来的轮胎 就是这个 Michelin 的 PS4 因为它采用 PS4 的关系 PS4 比较粘地 接触地面的面积也比较大 所以导致它的轮胎噪音比较明显 我之前的 HR-V 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自从我更换了轮胎之后 这个噪音就小了很多 我甚至用这个噪音仪来测试 更换轮胎跟更换之前呢 这个 dB 差了 5 个 dB 哦 所以其实轮胎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可是 Civic 是一辆主打操控的车款 所以呢 它这个使用 PS4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也建议各位如果是情况允许的话 以后你的车要换轮胎 换 PS4 这个操控表现就不会受到影响 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坐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 Civic FE 的整个驾驶坐姿 让你坐下去就很有战斗感 这个我觉得跟 Mazatree 的整个设计 有一许同工之妙 然后这个座椅包覆性很好 不过发泡棉的设定是比较硬的 所以这样子的设定呢 让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啊 可以固定好你的身体 不会因为它太软 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另外 这个方向盘的位置也是刚刚好 所以真的是在你激烈驾驶的时候 其实整个动作是很跟手的 但是有一好就有一个坏的地方 就是讲这辆车如果说 你在做长途驾驶的时候 因为这个比较硬的发泡棉设计 很容易让你会有疲劳感 所以就看你自己去怎么去选择啊 以我这种老人家来讲 其实这种比较硬的发泡棉坐下去的感觉 会比较好一点点啊 但是也有人 complain 坐了会比较辛苦 所以自己去试坐一下 你就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作为一辆C-Segment的Sedan啊 这个CV的后座空间表现真的是很让人惊讶 在这个C-Segment Sedan里面哦 应该没有人可以跟它比较 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大家可以给它看到 然后你看我的这个脚部空间是多么的宽敞 不过因为比较低矮的车身关系 所以我的头部的压迫感会比较重一点点啊 不可以坐鞋一点 但是坐鞋之后这个大腿的支撑就烧了一点 后座的这个发泡棉设定跟前座一样是比较硬的 是比较容易造成疲劳的类型 所以同样的大家可以带你的家人去坐坐看看他们喜不喜欢 然后后面有两个USB还有冷气的出风口 然后这个风量算大的 所以大热天的话不会担心热湿 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日系车通常很喜欢在后门Cut course 也就是讲前门的门板呢 你可以看到可能有很多材质啊 软塑胶皮革绒布等等啊 在后座会被cut掉 可是这一次CV没有 这边也是软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皮革 然后这边也是软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材质做点缀 只是少了前面门板的这个氛围灯啦 所以整个氛围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讲真的讲空间真的很少人可以跟Honda比的 很多人讲我每次讲Honda的空间大 Honda的空间确实是大嘛 你找一下同级的车款比它大的来看一下咯 对不对 然后讲到这边呢我就要重点再讲一下 它的配备就是Honda Sensing 基本上现在Honda Sensing出现在Honda所有的车款上面 包括即将发布的WRV都有Honda Sensing 但是他们的Honda Sensing差异在哪里 我个人开了这个CV几天呢 我觉得这个CV的Honda Sensing有一个不同点就是 它比较没有那么灵敏 但是应该出现的时候它会出现 如果是以我本身的HRV来讲呢 它会比较灵敏一点 前面的车子一次来我面前它就会提醒我 OK这个车子在你面前它就会有那种叮叮叮的提示声 这个就可能没有这样灵敏 但是应该出现的时候它是会出现的 所以两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 你在影片下面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我个人觉得两个都OK啦 最起码在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会出来提醒我 我们一直讲CV的操控好 有机好我们用普通模式来试一下 大家仔细看镜头的前方 OK 3 2 1 GO 可以看到吗 首先它的Sensing很跟手是肯定的 然后在应付这种蜿蜒的山路 你可以看到这个Body Road基本上是不明显的 然后Half Handle的非常非常好 当然这个要归功于这个Michelin PS4的轮胎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steering确实 response也非常的快 然后它的悬吊支撑也非常的好 在这种弯道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我不会有很明显的Body Road 看到吗 Fui哦 这个感觉就是爽 所以我一直讲CV操控好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也是卡跟上一代FC最大的差别 上一代的FC其实操控也是好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方向盘其实没有那么的跟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FC可能不是这样是我的菜啦 虽然讲在那个年代它在这个通缉 对手里面表现也是很好 可是有时候仔细去开开一下 我觉得它还不是我的菜 但是这一台车就真的是我的菜 看到吗 每一个弯道它都是行云流水 非常的流畅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会讲它是C segment里面操控最好的车 因为平常只是用嘴讲的话 可能大家不信 但是经过这一个这样子的路段 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动态表现就够了 但是这样子的设定通常往往会带来一个比较负面的效果 就是因为它的悬吊你要支撑到车底的动态表现 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弹调一点 尤其是你经过一些减速的路段 这个路况其实是它没有办法去吸收那个路况带来的震动 OK 例如讲这边有个盾 我们过 它这个震动就会比较明显 它的悬吊没有办法去吸收干净那个余震 所以有一好没有二好啦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认为如果讲今天你是想买CV的人 最好是带你的家人去做做看看 看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悬吊反应 然后其实另外一点就是 我相信如果你是买到E版本或者是V版本的话 那个轮圈会比较小 所以它对于这个悬吊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那两个版本可能也会舒适一点啦 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 然后讲完了这个悬吊跟方向盘之后 我们来讲一讲它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上一代的CV之所以那么好卖出 那个外观设计年轻人喜欢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涡轮增压引擎 Honda 是第一个大量在车子上面 使用涡轮增压引擎的日系厂商 而且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于日系车的 这一个信任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当CV有涡轮之后 大家就一窝蜂跑去买 事实也证明啊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 可靠性还是蛮高的啦 除了零星一些案例到最后被人真实是 他们自己去改Engine 导致这个引擎损坏的案件之外 其实是真的很少听到这个涡轮增压引擎有问题 顶多就是他们觉得AB service很烦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小问题 对于我来讲 这一个CV F1的引擎调校呢 其实会比较激进一点 然后它的变速箱 是我要称赞的地方 相比引擎我要称赞的是变速箱 因为这个变速箱整体来讲 它的Response非常的快 一般上CVT的变速箱 在你身踩油门的时候会有种拉车感 他们讲是Rubble Filling 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F1的CVT 它这个反应有 但是对比其他的CVT车款都很少很少的 基本上它就做得到一个随传随到 而且它在模拟换挡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真实的 整体开起来的感觉 你讲它要去跟那种什么 6速自排或者DCD比 当然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实际上 这个距离已经不远了 如果是以我个人来讲 基本上就是可以到这种忽略它的程度 整个steering 变速箱 引擎加上悬吊的搭配 让我会很enjoy去开这辆车 当然这辆车的优点在于它的驾驶感受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缺点 那它的缺点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 虽然引擎在拉高转速的时候 这个RPM的声浪算是 有过滤到不会太吵 但是轮胎这个滚动的声浪确实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它跟同级对手相比 比较劣势的一个部分 可是也像我讲到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PS4的轮胎 老实讲这个PS4的轮胎 这辆车它们开了2万多 这种媒体试驾车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媒体是不会去照顾它的 如果我刚才看这个轮胎的状态 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抓地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可能导致了它的噪音就比较明显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有一个比较静音的过程 那么可能就要不要需要去更换那种 比较不那么性能的轮胎 这样一来它可能会兼顾到舒适性跟这个 噪音隔音的表现 但是你会损失一点点的操控表现 所以有舍有得 这个就是 自己要去拿捏啦 可是给我的话我买到CV的话 我会要这个引擎可能炒一点点 但是我要更好的操控表现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啦以上就是这个简短的CV FE的试驾分享 因为这台车其实上市了一段时间 然后不管是Turbo版本还是Hybrid版本我们都做过试驾 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我对这辆车的一点心得而已啦 在这一代CV发布之后呢 其实它的外观设计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 因为很多人讲CV不是可以主打那种年轻市场 为什么这一代CV变得那么成熟稳重 我只可以讲开完了这辆CV之后 你会发现到CV还是那个CV 可是你可能已经不是从前那一个追风少年了 所以这台车可能会更为适合你 讲真的这个外观设计部分成熟是成熟 但是你没有觉得其实会更为适合大概是20岁到35岁左右的人士吗 对不对 仔细看这个外观设计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它一直都是我认为最好看的车子之一啦 只是真的是因为一些因素所以我没有去选择它 可是不能否认它还是好车 尤其是它的操控表现的部分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但是同样的它也是有一些缺点在啦 例如讲这个轮胎噪音比较大 然后悬吊比较弹跳 所以都还是那句老话啦 只要去选这些车款就是看你自己的拿捏 记得不要听人家讲 就算我们的影片分享也只是告诉你一些我们的心得作为参考而已 并不能去左右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车子 你是不是CV的粉丝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